請起立 走 請坐 各位動心學員 大家好 好 真有關係齁 真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台灣民進府 會做演習會齁 首先先自我介紹 我是台灣民進府司法部林明星 這個科我先簡單來做一個調查齁 有像過國去搬的人請你拿手 喔 幾乎都有嘛 有一部分人 沒差一半 沒關係 我前前的部分我也是一樣的說 這個科都說有三段 聽聽說 聽不懂 沒關係 好 有一位我了解一下 蠻多個 有沒有聽不懂華語的 沒有啦 我盡量用那個華語啦 配我們那個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是主人 是主人齁 這節課一共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要知道自己是誰 如果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的話 那你找不到方向 會找不到方向 那再來我們第二節課會講到的是 司法改革 那在高級班的時候 我們會去談論這個問題 那轉型正義會在第三階段 包括說各個國家 有受過那個轉型那個一個政權的改變 然後怎麼去 那個進行一個轉型的正義 轉型的正義就是辭來的正義 在被 像說我們台灣 那個被 中華民國聯邦政府 佔領 到現在 67年的時間 我們要怎麼改變 我們要怎麼討回廣道 要怎麼在這個不公不義 不公不義的時間點 我們怎麼樣去討回 我們自己的那種 應該屬於我們自己的權利 這個在 後面的話會繼續講 那最後一個課程是在修憲會議 修憲會議 在 會談那個 我們 以後我們台灣基本法訂定的時候 各位都會有機會 去選 那個 臨選這個 那個修憲的那個 一個 那個議員 那我們到時候在 那個 整個憲法 修憲架構的時候 我們會來 為什麼講修憲 為什麼不講自憲 因為 台灣 不是一個國家 可是台灣已經有一個國家 是一個國家的領土 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講的是修憲 不是講的是自憲 不是一個新的國家 那 首先我們先來漫談一下 我們那個 到底是誰 這是最基本的 這個題目實在是很簡單的 有沒有人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 請你舉手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誰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誰 報問各位 全世界 來過台灣 又來過台灣 建立 政府 甚至說他來這裡 經商 有的是 有的是過來這邊 只是經商 或是占領 某一個區塊 在哪裡某個地方 那有人把我們 納入他國家的人民的 有 有沒有 法國 荷蘭 西班牙 葡萄牙 有沒有 中國 有沒有 號稱說 昌劫造治 五千年到現在 他們認識自已經知道了 那個五千年的文化 他們有沒有幫台灣人造戶口 有沒有 沒有造戶口 他們不認識自嗎 中國人不認識自嗎 中國人認識自 可是為什麼沒有幫台灣人造戶口 因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很清楚 那誰是全世界第一個 按照國際法 在他的憲法架構裡面 有兩個要素 一個就是土地 一個是人民 就是主權 的部分 誰 日本 就是日本 你還記得嗎 你的阿公阿嬤 因為 我們 在場有蠻多個 那個年輕的孩子 你們的阿公阿嬤 甚至你們的阿祖 是不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 對啊 那我們阿祖的國家叫什麼 祖國 那我們的祖國是中國嗎 不是耶 大日本帝國 這個我們要先知道自己是誰 找為原點 其實這是從找為原點 我們那個亞布那邊去 延伸過來 我去想的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誰 有一個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誰 他叫李登輝先生 他活了九十幾歲 我九十幾歲 他不知道他是誰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誰 他甚至還是當過 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當過總統 那個 中華民國的官 哪一個最大 總統最大 他居然不知道他自己是誰 我是不是我的我 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什麼意思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個我就是代名詞 台灣 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日本 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那國賓飯店 是不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你去住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變成你的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絕對不是 一定有一個程序 對不對 像說 像說 我們 還是去住飯店 跟我們住住 那些去房間 比我們 會不會 沒有 不可能 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是本土台灣人 但是 我是到底是對立國的人 按照國際法 我的國賓是什麼 按照國際法 我的國賓是什麼 台灣 台灣是什麼台灣 是大日本帝國台灣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還是清帝國台灣 日本到底是什麼日本 我們要來講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 這個時間 一個多鐘頭而已 我會跟各位分享到 日本跟台灣 日本跟台灣 到底是 誰 才是真正的 日本人 李登輝先生 是講說 其實他 請你自己 悶心自問 我是不是 我的我 同時 這句話也給你答案了 他的答案就是 李登輝是說 我是 不是我的我 台灣 台灣 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如果你擁有台灣 那你為什麼要繳稅 我的土地 為什麼我要再繳給 政府一個稅金 因為 土地 是你的所有權 可是在所有權的更上位 有一個叫做主權 一個 人擁有土地 有一個人擁有土地 然後他沒有 沒有人繼承的時候 誰接收 是不是主權者接收 是不是 還是說拍賣 賣給那個中共 賣給中國 可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 因為族權者接收 就是這樣子 台灣人在講 台灣話在講 人哪衰 政府要生什麼 菜瓜 這很多人都聽過 我們有政府要生菜瓜 門心自問 我們真的有夠衰 我們真的有夠衰 阿公我們很衰 你知道嗎 我們的阿公阿嬤阿祖 日本人 現在變成是 中華民國人 日本人會生中華民國人 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有沒有 進步成菜瓜 有耶 變種 對不對 就變種 這是菜瓜 這是苦瓜 為什麼 六十八幾萬人都變大 對啊 就是 有一種人 叫做吉拿人 走來台灣大 大 大的時候說 你們所有人都跟他一樣 你帶一個新娘 應該是要 他現在的例子 就是說 像我生日的 我們帶一個聖母 來我家做媳婦 是不是那個聖母 要來打夫姓 不是 這樣子有沒有道理 中國人來這邊 他是流氓難民 結果 把他自己變成主人 叫我們繳稅給他 他來這邊流氓 是不是應該要繳租金 給我們真正的主人 結果他沒有繳給我們 租金 結果我們還要繳租金給他 稅 稅 稅稅 那個廚房還要繳租租租 這有合理嗎 沒有合理 這不合理耶 對不對 如果繼續騙他在 說我們是中華民國人 生褲粿就可以了 生褲粿就可以了 啊 這是發生黨萬島 我相信 發生在我家的 都一樣發生在各位的家 台灣的老虎 什麼叫台灣老虎 台灣石虎啊 台灣有老虎耶 比較小隻一點 比較可愛一點 Q版的 我們少年人說Q版的 這叫做台灣三貓 九號 這九號 這我們台灣特有種 你知道嗎 這種動物會生出這種動物耶 這什麼動物 豬啊 中國地 中國人來這邊住久了 說他們是高級的外省人 是高級的中國人耶 我們台灣人不是高級耶 我找不到高級 那我只好找特級 比高級還高級 台灣人專門養豬 台灣人專門養豬 專門在養豬 專門在養豬 是怎麼說 在我家發生什麼事耶 很奇怪 如果政府要生菜貝 好生豬耶 因為我怎麼叫做林荷 日本時代的人 你有看到沒有 中國人 說你不記得 日本的文字 日本的文字 還是從中國唐朝時期 從那邊派遣 那個遣唐使 過去中國那邊學 當然那時候不叫中國 那時候沒有中國 叫做唐朝 那唐朝的時代去學了文字 結果人家日本人幫我們 一個一個的把我們納入他們的國家裡面去 中國人你認識字 你為什麼沒有把台灣給納進去 因為 中國人 他沒有包括擁有台灣的主權 這就是政府要生菜貝 我們是好生豬 奇怪耶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全世界有沒有承認 有沒有 我們家的林虎 他 當初那個日本時代的時候 那個國籍是大日本帝國國籍 有沒有被承認 你的阿公阿嬤 日本時代就出事了 已經67年前的事情 那個時候的中華 那個時候中華民國也有在喔 中華民國有沒有 包括台灣有沒有 沒有耶 那我們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是全世界所公認的 阿公阿嬤的國籍 結果生出來的 中華民國國籍現在還存不存在 還存不存在啊 中華民國有沒有存在 不存在了啦 全世界沒有人承認中華民國國籍 沒有啦 那是他自己在講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聽清楚喔 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 敢定台灣關係法 表示說他跟台灣有關係耶 接近200個國家只有一個敢定 誰 美國啊 為什麼 當初 67年前就是美國來打 打台灣的阿 打大日本帝國阿 大日本帝國有沒有包括台灣 有阿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的年輕一代都不知道了 有一個 全世界 那個國籍有一個國籍必有原則 在西元 1945年的時候 我們大日本帝國戰敗 1946年的時候 蔣介石 管理台灣 把台灣人 疑慮規劃 成中華民國國籍 全世界有沒有人承認 沒有人承認 有三個主要國家 出來罵他 你這個作為 我們沒有辦法承認 一個 叫做加拿大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英國 他們就發表聲明說 他不承認這個事情 這事情 蔣介石 把台灣人片面 改為 中華民國國籍 有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沒有 你去問問 甚至我們這裡有先輩 你 已經67歲以上 你想想 你當初是有 我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然後 我放棄大日本帝國國籍 然後我加入中華民國的 有沒有 沒有 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直接幫我們改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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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情 在那邊 國際 國際人權宣言 在 1946年 我們被片面 改國籍 全世界不承認 然後到了1948年 過兩年 國際人權宣言 那邊 第15條 這邊 有三個原則 定出來 這針對台灣人定的 第一個 人人相有國籍 每個人都 每一個人都有國籍 出生你就有國籍了 任何人的國籍 不容無理此奪 其更改國籍之權利 不容於否認 三個管理 你如果要改變你的國籍 可以 你要自己反應 別人不能隨便跟你剝奪 沒有這回事 這個 世界人權宣言定的時候 中華民國 還有沒有在聯合國裡面 有沒有 有 他還是常任理事國 蔣介石還在常任理事國裡面 對不對 對不對 他什麼時候 被 聯合國除籍了 什麼時候 1971年 1971年 好 1971年 1971年的時候 所以在1948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還在聯合國裡面 那這 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宣言 通過 他們有沒有通過 那通過他必須要 是不是必須要遵守 結果他也沒遵守 要遵守 要遵守 這個事情到 紀元的1997年 歐洲 國籍公約 還是繼續 定了一個 案子 第四條規定 人人都有權取得 一國的國籍 要移民耶 可以啦 那沒有國籍的狀態 應該予以避免 人的國籍 不容 任意 予以剝奪 因為台灣人 叫國民黨幫你煮馬車 剛才有一個先輩說 不是煮馬車 是煮公車 煮到都公去 不記得你們 阿公是什麼人 所以 很奇怪 我們台灣人 有人在拜祖先 有人在拜祖先 祖先 是往哪裡去啊 往西方極樂世界去 西方哪有極樂世界 西方是在哪裡 台灣的西方 西方在哪裡 中國耶 很奇怪耶 所以那些讀書 都跟拜東接引到西方 哪有極樂世界 不是那個共產世界啊 阿其實我們 原住民 我們那個平埔族 還有我們的那個 那個原住民 他們本身以前 往東邊拜 為什麼往東邊拜 太陽從東邊出來啊 那邊才有光明啊 所以東邊 才有光明耶 不是西邊耶 所以那個 中國的那個遺囑 什麼西方有極樂世界 西方是鬼的世界 那鬥病 那我們的祖先 有沒有國籍 有啊 他是中國人嗎 不是耶 那我們一直在拜 中國的祖先 中國哪有台灣人的祖先 有沒有 沒有 所以台灣人 沒有人會 跟你提音耶 那你要去拜真正自己的祖先 你的祖先 哪個國籍的 日本的啊 就日本的啊 全世界都公認啊 沒有國籍 我們只是靈長類動物啊 然後有一個叫做 蘇先生的 民進黨一個蘇先生 他說 紅毛猩猩 有人拿他跟紅毛猩猩比 那他說他比紅毛猩猩還要進步 因為他是個人 我說你連國籍都沒有耶 那紅毛猩猩還有受到 國際瀕臨絕種保護法所保護耶 你台灣人有什麼保護你 中華民國國籍 你根本沒有國籍啊 沒有國籍的台灣人 只是靈長類動物 甚至還不如紅毛猩猩耶 所以蘇先生 民進黨的蘇先生 還不如他啊 我們常在說 我們是公民公民 請拿你的身份證 你的身份證 寫的是國民還是公民 國民耶 國民可以行使公民的義務嗎 不行啊 什麼叫做國民 出席就是國民啊 我們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 去行使公民權 有沒有違法 違法啦 所以 有人在推說 那個要公投公投 什麼公投 公民投票 對 我們這個年輕人說得對 公民投票 中華民國給你的身份證 有沒有公民身份 沒有耶 要叫你拿這個去 要做什麼 讓整個選舉 不管是馬英九上 還是蔡英文上 都是誰上 中華民國上 台灣人永遠在下面 他們永遠是寫著特等 就這樣子 公民才擁有參政權 所謂的參政權叫做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這中華民國應該跟你說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被選舉被罷免 還有一個 否決創制 還有一個 否決覆決 這是公民權利 一共有八項 不是像中華民國交的只有四項 可是他應該是說是交是四類 那請問你領票的時候 為什麼去拿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就在領票 你不是公民耶 那中華民國為什麼 不發行公民身份證 因為他 不是我們的國家 對 我們這個先輩說他健康 對 因為我們 他們的憲法當時做成的 1911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他建國 推翻滿清主權 還是推翻大日本帝國主權 當然是滿清主權 建立中華民國 那他的憲法裡面 那時候台灣在哪裡 在大日本帝國裡面 那大日本帝國他怎麼取得 1895年的時候 那個大清帝國的皇帝 永遠割讓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所以那個時候的台灣 台灣人 我們的阿公那個時代 是不是日本人 對啊 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有沒有包括台灣人 沒有耶 所以他的公民在哪裡 在中國啊 他的憲法的 這個架構裡面 包括外蒙古 包括 陝西 陝東 山東 湖南湖北 然後廣東廣西 福建 雲南 青海 一大堆 還有蒙古 還有外蒙古耶 你知道現在 外蒙古現在還在聯合國裡面 他還說 他已經不在聯合國裡面 還說外蒙古是他的 那為什麼不要趕快回去任主歸召 對不對 現在外蒙古 現在外蒙古 對阿 他還說對阿 他自己開心感人 自己好 1895年台灣永久割讓給天皇 不是割讓給日本喔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證據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證據 中華民國1911年才見過 有沒有包括台灣人 沒有耶 所以他的選舉 是誰幫他選的 外國人幫他選的耶 中華民國的總統是由外國人選出來的 然後還要聽美國的賀電 由台灣人幫他選 然後他還要聽美國的賀電 才能就職耶 好複雜喔 我們台灣人 對中國民國來說是外國人 中華民國 對台灣人來講是外國 那1945年大日本帝國戰敗 藉由麥克阿瑟一號命令來台灣代管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我這邊也有 整個 等一下如果有興趣喔 你們可以拿去 拿去看也可以拿去copy 整個裡面的委託架構 就是一個天皇的天賦書啦 就是說我哪些東西要交給誰 第三物文 沒有說台灣要送給中華民國耶 只是請他來佔領耶 這個是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那個科後的事你們可以拿去看 沒問題 也有翻譯本 也翻譯了 對 那個中英文版 因為以英文為主 因為它上面也是以英文為主 對 那流亡憲法的主權 包括土地 包括人民 哪時候有包括台灣啊 是什麼時候包括台灣的 片面改變台灣人的國籍 已經違法在先 這樣子算不算 我們的阿公阿嬤沒有同意耶 那流亡民國的憲法 有效公民沒有來參加選舉啊 那個上海那邊有沒有人在選馬英九 沒有耶 上海有投票所嗎 沒有啊 上海那邊聽說那邊有兩千多萬人 沒有投票所耶 奇怪了 那廣東廣西有沒有 山東山西有沒有 沒有耶 奇怪了 中國人沒有選中華民國總統 然後 還選一個 英國九龍的 還不是中國九龍耶 應該叫做馬中九 不叫馬英九耶 奇怪了齁 馬英九 英國人 在九龍出生了嘛對不對 對 出生證了 那個不重要 因為他沒有拿出正本 可是我看到他叫英九 為什麼不叫中九 奇怪了 那這樣的架構 這樣的選舉 總統 有效嗎 當然是無效 全世界都沒有承認 因為一開始 從19 從1946年 他把我們片面改變國籍那一天 中華民國已經 被承認說你們已經 無效你違反國際 而且你還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不然讓他讓他出去是剛好而已 違反那個人權嘛 1972年 1971年的時候 說好聽一點叫做漢賊不良力 他自己滾 他自己打包滾 其實是人家連署 連署的名單已經 達到那個直接就 讓他出去的那些名額 那還需要表決嗎 當然不需要 阿爾巴尼亞當初 擬案的 把中華民國 趕出去 結果聯署的國家 佔一半以上 已經 已經OK了 光聯署的就已經 不用投票了 那還需要投票嗎 看一看之後 顧衛軍 很有力 很多不良力 我不是個退割 我是自己照著 我不是跟老闆 跟我是助用 我是自己 以前 明星不在34 戰敗 還說它是什麼 轉進 中國人的怪不怪毛病 很奇怪的怪毛病 所以美國的國內法 叫做台灣關係法 稱為中華民國當局 叫做台灣當局 那我們這些年輕人我鼓勵你們去看英文版 在AIT的網站裡面有 你們可以去看這個台灣關係法 上面的台灣當局 用英文版來看 寫了一個S 代表什麼 武術 只要美國認定 他是台灣當局 他就可以成為台灣當局 不是只有一個政府不是只有中華民國 當然可以繼承 沒有 那我們目前的狀態我們已經在這個地方 成立我們沒有向中華民國 登記 那我們由美國來認定說 是一個自治的 一個團體目前是自治團體 那等我們死證之後是一個真正的當局 那等他被我們 他被那個 那個美國那邊 那個驅逐回中國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台灣政府 這是一個一步一步來 對 合法的 我們是按照國際法來 我們這個先拜 我們是上禮拜的事情 也去那個 警察攔檢下來 那個廣告車沒有車牌 奇怪為什麼要掛中華民國車牌 我就不要跟你繳稅 台灣為什麼要跟你繳稅 不需要繳稅 那我就不要掛你的車牌 不然我一年還要給你 兩三萬塊的那些牌照稅幹什麼 對不對 我養豬幹什麼 我都已經清醒我不養豬啦 不要騎低啊 結果他看了我們的 身份證之後看一看 也沒有說什麼啦 然後趕快打電話過去問 打了六通電話 結果他們高層通通不敢回應 後來就放了我們 就放我們走 他能辦嗎 他其實可以辦 以前如果說沒有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法員依據的話 他不會放我們 他直接就扣留你的車啦 他現在不敢扣留耶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身份證上面寫得很清楚 按照萬國公法 求生和平條約 國際法所訂出來的 成立的一個叫做民政府 所以現在台灣當局 目前有兩個 一個 就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代管 他是一個叫做代管的當局 那我們台灣當局 是按照戰爭法成立的 民政自治單局 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是不是國人 你們看這個就知道 空襲的時候 還有這個優先耶 他有優先耶 黨政軍防空 是有優先證 他們先走去美耶 他會保護台灣人 是台灣人保護他 還是他保護台灣人 那些人現在說怎樣 我們沒有 那個 沒有給他那個 那個 三姐的那個慰問金 他要造反耶 聽說他要造反耶 中國難民連逃難都有特權 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他是平等還是次等 他真的把我們台灣人當成他們自己的國人嗎 我們要對他效忠嗎 不要 再來我們來認識主權 還有占領權 還有占領者的憲法 簡單描述啦 因為這個在高級班的時候 我應該把它放在高級班 因為這個比較多文字 文字 比較多文字 這個 我們的左手邊這邊 這個是美國司法部的logo 這是美國佔領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 藉由國際法還有戰爭法 去控告美國 去美國的法院控告美國政府 結果美國政府還敗訴 我們台灣人為了好不好 現在的戰爭不需要經由實質上的戰爭 現在的戰爭用法律就可以做 我們不需要犧牲一兵一組 這個美國的logo 那真正的主權者不是日本喔 我要跟各位強調為什麼我不用日本國際 因為現在的日本不是日本 等一下會跟各位分享 現在日本不是日本 現在的台灣不是台灣 現在的台灣才是大日本 現在的日本叫做新日本 所以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一些過程 跟各位分享 等一下我跟各位講 再來這是中華民國憲法 看第一章 第一頁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圈體 所以他跑到澳洲去 澳洲變他家的 跑到台灣來 台灣變他的 跑到阿米斯家 阿米斯變成他家的土地了 跑到美國 美國變成他家 所以四海都有中國人 遍地都開花 開什麼花 開花 開喇叭花 很難聽 開喇叭花 都是自己在喇叭 自己在那邊廣告 自己在喇叭 中華民國是主權屬於國民圈體 這一條 就是說他跑到你家去 就擁有主權 所以他是什麼 土匪阿 土匪嘛 我跑到你家去 借個廁所 你家變我的 我跑到你家去 借個洗手間 你家變成我的 你能不能接受 不可以阿 對不對 這不合理的東西 這不合法 台灣的現狀就是 日皇的屬地 屬於日本天皇所有 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下官條約的文件 白紙黑字 等一下會跟各位分享 美國所佔領 中華民國只是來這邊 暫時代管 我要跟各位講 那 剛剛講的 這三個跟我們台灣有關係的 三個LOGO 中華民國說他主權在民 那我要問各位 美國的主權在哪裡 美國主權在州 在州政府 所以他們是有50個州 所建制的叫做聯邦政府 不是邦聯喔 邦聯是英國叫做邦聯 是54個國家去效忠英女皇 那個叫做邦聯 是以國家的形式 那美國他是以州的形式 以省州的形式 去效忠同一個聯邦 就是一個美國 美國叫做United States 為什麼 聯合州 國家 合眾國 為什麼 因為他的州 每個州 都有自己的憲法 那他的憲法 跟 整個美國的憲法 不會抵觸 不會抵觸 完全不會抵觸 有的省 有的州 他有死刑 有的州 他沒有死刑 你們都知道嘛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每一個 以每一個州 都有一個獨立的一個權利 有一個完全的權利 他們可以修改憲法 我當地民情 我這邊是南部 我這邊那個 那個夏天的 那個冬天的時候還是很熱 所以我們不需要穿長袖 啊北邊不用啊 他夏天就要穿長袖啦 不要制定一個根本就是 連環境因素都沒有辦法去克服的一個憲法 那會造成很大的一個麻煩 所以他們各州都擁有各州的憲法 每個州各州的憲法 所以有的州有死刑 有的州沒有死刑 有的州會判怎麼樣 有的州判怎麼樣 都不一樣 他們的法律叫做屬地主義 你在加州犯罪 就是以加州的法律去辦 在德州犯罪 就是以德州的法律下去去辦 那德州人跑到加州去犯罪 用什麼下去辦 一樣喔 屬地主義 就是這樣子 那整個大日本帝國 包括現在的日本 包括琉球 包括朝鮮 包括庫葉島 包括南極的部分地區 包括台灣 包括新南群島 當初都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所包括的領土範圍 你知道嗎 我們的 憲法 上面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領土範圍 還有它的人口 還有誰 人民 人民跟土地 這是最重要的兩個要素 還有一些 當然還有一些治權 還有一些外交權 那些東西的 最主要就是人民跟土地 連人民跟土地你都搞不清楚 你是個國家嗎 中華民國 的總統剛剛有講過 給外國人選 他有沒有國民 他的憲法裡面規定的 憲法有包括內蒙古耶 那內蒙古人有沒有選馬英九當總統 沒有耶 他17億的人口 選馬英九的人 有多少個 689萬 而且是台灣人幫他選的 689萬有沒有超過他們的公民數的一半 沒有耶 所以馬英九他是違法當選耶 對不對 應該要超過 17億除以二要過半耶 對不對 對啊 要過半耶 那就是騙 自己騙 這是一個騙 那大日本帝國的主權在誰身上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第一章 就開宗明跟各位報告 他的主權屬於天皇 天皇是主權者 只有中華民國說 我們的人跑到哪裡去 都有主權 跑到7-11去買個 那個糖果 那整個7-11變成我家的 這不錯耶 不錯耶 不錯耶 那叫做流亡難民 大日本帝國 甚至國號 都跟現在的日本不一樣 當初的大日本帝國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 有的人說是 Umpire of Japan 漢字應該也不一樣 漢字看起來就是大日本 大日本不是日本耶 那我要跟各位講 大日本是一個group 不是一個國家而已喔 大家知道大英國邪嗎 有沒有聽過 大英國邪包括哪裡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甚至馬來西亞 甚至新加坡 甚至以前 美國獨立之前的美國 甚至澳洲 甚至紐西蘭 甚至 那個 非洲的一些國家 一共有54個國家 效忠同一個皇帝 這個叫什麼 邦聯 這叫大英國邪 這叫國邪 這叫國邪 大日本帝國也是一樣 他是效忠皇帝 他下面有幾個政府 有規定嗎 有規定說不行嗎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說 一個皇帝可以擁有幾個國家 因為皇帝是主權者 他是被效忠的對象 所以要問各位 伊麗莎白二世他的國籍是哪一國 他跟各位一樣沒有國籍 那他是因為他是一個皇帝 他是被效忠的狀態 所以他沒有國籍 那我們是怎樣是沒有國籍 我們自己沒有 自己忘記我們的祖先是誰 忘記我們自己是誰的子民 我們自己忘了自己是誰 我們把自己的身份給搞丟了 所以我們沒有國籍 你的國籍還在不在 還在 只是你有沒有去撿回來用 你把它丟掉了 被政府 被一個 一個沒有主權的政府把你丟掉 然後你不會自己把它撿起來 忘記我們自己的阿公阿嬤是誰 我們都只會繼承土地 只會繼承財產 為什麼這個 造財者的身份 為什麼這個國籍 你不去繼承呢 我們都會罵國民黨 來台灣 接收我們當初大日本帝國時代的台灣的公共造產 我們自己有沒有這樣做 我們也只是繼承阿公阿嬤的錢而已 只是繼承他們的土地而已 有沒有繼承人家的國籍 戰敗有沒有代表滅國 戰敗沒有代表滅國 我們的心被中國人給騙了給瓦解了 他用什麼跟我們騙 用一個憾心跟我們騙 用一個憾心跟我們騙 我們的原住民 在漢滿蒙迴藏 五族共一家的中國裡面 請問一下是屬於哪一族 沒有 目前有十四個 有十五個族群 還有一個準備說他要成立一個族群 有十五個族群 那平埔族還不算 因為平埔族被漢化 叫漢化去 那個我還不算 有沒有包括平埔族 有沒有包括我們的高砂族 有沒有 沒有耶 漢滿蒙迴藏 那我們是屬於哪一族 漢族 也不對 不滿足 不滿足 他是不滿足 對 中國永遠不滿足 土匪 那大日本帝國 是在1890年的時候所實施的 那台灣是什麼時候 割讓給日本天皇的 是在1895年 所以是在 憲法 他是已經是一個國家 是由於他自己的憲法之後 才加入大日本帝國 那當初當然 三分之一的西半部 台灣六個屯肯區 是大清帝國的土地 那大清帝國 他是 他是殖民 對 是他的殖民地 但是收稅金 我們的 教務長跟我們說 中國人來台灣 清帝國時代 明帝國時代 幹嘛 三年 三年 兩年末 八百 歪高 就是這樣 那這部憲法 叫做帝國憲法 也叫做戰前憲法 也叫做明治憲法 有沒有因為戰爭而消失 沒有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新日本憲法 是來自於 舊憲法的修正案 我要問各位 如果以 以日本帝國憲法作為修正案的話 以它為母法的話 如果那個母法已經死亡了 還能夠衍生出修憲嗎 不行 它必須要用自憲 那天皇準它的時候 是自憲還是修憲 大家來看 是修憲 是修憲 那我們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一共七章七十六條 這是帝國憲法成立的本文 明治天皇時代 明治維新時代 它當初就是 從絕對君主制變成 君主立憲制 有人甚至會說 那你們民政府這邊一直在講 帝制 帝制 帝制不好耶 我們為什麼要去當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皇帝的那個奴隸 欸 皇帝不是只有奴隸 皇帝也有成名耶 現在的皇帝有沒有說還有奴隸的 沒有啦 那 日本的皇帝跟中國的皇帝有沒有一樣 中國皇帝叫做絕對君主制耶 他通通沒有要求 甚至他們當初的翁通和 康有為他們要求要務需變法 學習日本的君主立憲 然後用委託的架構去管理一個國家 不要用人質 一個人怎麼管理整個 中國那麼大的土地 那是不合理的嘛 所以 天高什麼 皇帝遠耶 所以 關 關坐的越大 關坐的越遠 越有錢耶 就是這樣子耶 所以中國他不會進步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日本會進步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們有君主立憲制 值得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說 在法律上有一個叫做優先權 有一個叫做上位權 現在的刑法如果抵觸刑法 刑法民法去抵觸憲法 誰比較大 憲法比較大 那有沒有比憲法更大的 我要跟各位分享 有 這是帝國憲法本文 帝國憲法這邊寫了 一共七章七十六條 列了一大堆 大日本帝國天皇 明治天皇 他沒有在這個 帝國憲法本文上面寫任何文字 他寫了另外一份造書 讓這個憲法生效 中國人叫聖子 大日本天皇他們那邊叫做造書 那我要問各位 造書讓憲法生效 誰比較大 造書比較大 那我們台灣人 加入大日本帝國 是按照修憲架構嗎 沒有耶 我跟各位講沒有 是按照什麼 比憲法修憲架構 還要更高層級的叫做天皇恩典 叫做造書 讓台灣人 跟 那個澎湖人 擁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如果你沒有對他效忠的話 他肯讓你拿著武器 去幫他打敵人嗎 他反過來 反過頭來就打你啦 他不可能就是這樣子 他不可能 去做這種很奇怪的行為 一定要經過效忠 一定要經過認定 那1895年 台灣當初沒有整個完整的主權 大日本帝國 去跟他打仗 結果自己擲書 去跟他擲書 結果跟他擲書 跟他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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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都講原祖民 原本的族人 那可不可以一併跟他搜 我跟各位講 沒有 不行 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 那大日本帝國怎麼辦 我總不能說 我怎麼要去跟他定那個界線 馬關條約界線 怎麼去定也很難定 那乾脆這樣子 他們就派了王族 派了他們的郡主 王族 男生女生都有 來跟 我們的原祖民 同溫 同溫 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為什麼 你的財產 怎麼樣子變成我的財產 你知道嗎 很簡單 我把女兒養得漂漂亮亮的 去誘拐你兒子 讓他們結婚 生的孫子是你的孫子 也是我的孫子 那你的財產是不是變成我的財產 日本人就做這個事情 對 如果沒有 這樣子做的 他沒有的同溫的 或者是他抗拒的 他就打仗 就戰爭 藉由戰爭 下去征服 百分之八十九十 都是藉由通溫 百分之十 左右是藉由 戰爭 或者是一些戰士 片面的戰爭 所以 去年 中國國民黨 也叫做姓廖的 那個 他是台灣的烏鋼大王 你們可以去查查看這個關鍵字 姓廖的 他說怎樣 原祖民很多什麼 雜種 他講得很難聽 我要跟各位講 他講的是 日本人 跟原祖民 通婚的事實 而且日本人 不是派那個 很 那個不入流的 而且全部都是派王族 這叫做貴族通婚 因為你們是台灣真正的主人 所以他只好派貴族來跟你們通婚 又管你的主權 所以現在的日本 很多的貴族 現在身上流的血統 跟你們一模一樣 跟我們高砂族的一模一樣 他有我們高砂族的血統 在他們的血液裡面 那我們留在台灣的這些人 被國民黨現在這樣子欺負 我們也是 我們的血液跟他們是一樣的 所以他罵我們雜種 這很難聽 事實上這叫做什麼 貴族通婚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這樣 那時候國民黨都不跟你說 都跟憲法都說 喔 日本人 跟你們台 台多少人 台跟我們名義貌貌 事實上他花了二十年時間 如果真的要戰爭 台灣人真的需要打二十年嗎 不需要 他是因為跟你們通婚 用通婚的模式 然後教導我們台灣人進化 就這樣 那按照國際法 去自然取得 怎麼自然取得 把我們女兒子 娶得漂亮漂亮 來歸你們父親 然後去生個孫出來 那孫也你們孫也是我孫 這樣就結束了 就這樣子 那國民黨都是講得很難聽 然後跟我們講的都是 殺戮的戰事 那大日本帝國憲法 那個時間的關係 我這個地方不講 第一條就講到天皇主權 大家注意看我把重點講一次 第二個 講到 第四條講到統治大權 欸 天皇擁有 大日本帝國主權 又擁有大日本帝國統治大權 那麻煩要做什麼 啊我的東西都我管啊 這天經地義嘛 是不是 為什麼把它分開 因為他是君主立憲制 他是擁有 他是所有者 然後他把整個政事交給 國務首相 對首相 對就是國務院總理 他一個人沒有管整個啊 那國務院總理再去請很多大臣 來協助 整個國家的一個政務的運作 就這麼簡單 這個人 沒找到一個國家 沒那麼厲害 那現在日本 剛剛講到 大日本帝國叫 The Empire of Japan 然後現在日本 他在聯合國登陸的名稱叫什麼 有沒有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 沒有 叫做Japan 就是Japan而已 是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73條 所規定的 然後在戰後 就是叫做戰後憲法 所以 我們 通常稱 現在日本國叫做 那個戰後 和平憲法 或者是麥克阿瑟和平憲法 那是在1946年的 10月3號公佈 所以台灣人喔 在裡面發獨立 你要向誰獨立 你的孩子 後面總有一天 你把錢大後 他自己買去一家 要去嫁娶 他是自己發獨立 還是我發獨立 你的學生喔 當然是你自己發獨立 他為什麼 他要娶自己一家 那我是 我是那個孩子的爸爸媽媽 我才擁有他的主權嘛 才有這個關係 才有這個父子關係嘛 對不對 他才有必要向我宣稱 我要脫離出去啦 我要離家出走 我要去 那個建置我自己的一個 一個領土飯 我要建置一個新的家 對不對 他不會跟隔壁的耶 跟隔壁的 可能就發生那個 家庭革命了 那在日本國的憲法 第98條第一項 有講到這個結構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前 所提成的法令 作為與新憲法相違背內容 與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失效 他沒有說大日本帝國 那個先失效喔 他是說同時失效 另外一個解釋就是說 如果沒有違反新憲法的內容 那舊憲法 在日本國憲法實施之後 還有沒有效 還有效耶 台灣會說什麼 新憲法 古憲法 這就是當初大日本帝國憲法 改成 在日本那個區塊 改成 新憲法的一個造書的內容 我把它翻成 華文 不是中文 這叫華文 黃帝 黃帝 基於日本國總體民意 確定了新日本的基礎建設 建設基礎 經書面顧問的諮詢 這是程序 按照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73條規定 這是法律 聽到清楚喔 帝國議會 現已表決 這也是程序 再來 批准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在此公布 所以新憲法 叫做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可是只是在局部實施啊 只是在局部實施啊 一個國家 重建 滅亡了才需要自憲 大清帝國 被 那個滿清被 中華民國推翻的時候 他要不要自憲 要 還是拿著那個 大清帝國的憲法來修憲 自憲 因為他是一個新國家 那毛澤東 他驅逐了蔣介石 驅逐了中華民國憲法之後 他要不要自憲 要 還是從中華民國憲法來修 沒有 他是自憲 所以現在的 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中國 不是叫做中華民國 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地方 新憲法是由舊憲法修正而得的 然後下面就是寫的 內閣總理大臣一大堆的大臣的名單 我曾經有 問過他們那個整個憲法修正架構的那個 那個人 還有他們的大臣有來這邊訪問 我問他們 你們的憲法還有效忠天皇嗎 我跟各位講 沒有 他們的憲法已經沒有效忠天皇 那他們自稱為臣 是什麼臣 是兼臣還是中臣 我搞不懂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台灣民政府 還沒有推翻中華民國 我們也不會去推翻中華民國 我們是要向美國接政權 不是要向中華民國接政權 我們是要向美國討回公道 不是要向中華民國討回公道 因為中華民國 只是美國的一個看門口 代管而已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代管 然後後來就延續到台灣關係法 就這樣子 結果我們的論述出來之後 中華民國沒有倒 新日本國 內閣倒了 然後他們提出一個憲法修正案 這等一下可以跟各位分享 對 他是支持這個部分 他是支持費憲 這個是安倍晉三 他們所推行的 他有三個架構 第一個 聽到我們講之後 第一個要效忠天皇 表示他們之前沒有效忠天皇 第二個 他們要把自衛隊改成國防軍 表示說他們的自衛隊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政府的一個 不是一個國家的一個軍隊 是類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保全公司而已 對啊 深刻 第三個 天皇擁有主權 表示說 在新日本憲法裡面的天皇沒有擁有主權 我要問各位 有沒有哪一個國家 說他效忠的對象 把他嘴巴悟起來 你不准講話的 有沒有 有 就是現在的新日本 所以 他們 已經準備要修憲了 結果 中華民國沒有擁有 甚至本來要擁有 叫他擁有 我不是會空口說白話的人 這就是天皇造書 這是第一頁 就剛剛講的 我的日文程度不好 那我是按照這個 類似架構去把它給分析出來的 我不知道翻譯的是不是很確實 那這邊是他的白紙黑字 當然 日本會那麼緊張 急著要修憲 代表說 我講的是事實 我講的是屬性 他是天皇玉玺 吉田茂還有碧原喜從郎 碧原喜從郎的哥哥 就是台灣 台北帝國大學的第一任 就是現在的台灣大學第一任校長 就一大堆人 這不是 這個我沒有辦法仿造吧 應該是不會仿造 這第三頁 再來跟各位分享時間問題 我那個講快一點 講和條約 什麼講和條約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以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未訂立合約 讓兩國臣民重修平和 因為打仗的關係 總是要終止嘛 戰爭不能一直下去嘛 那就簽訂了 一個講和條約 這叫什麼 就是馬關條約 這份文件在哪裡拿到的 有沒有看到浮水 有沒有寫一個外 有沒有看到 在中華民國外交部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外交部 我必須要強調它是流亡政府狀態 流亡然後又代管 國民黨一直騙我們 他在歷史課程裡面講說什麼 馬關條約 是那個大清的那個總理 自己跑去日本那邊簽的 是一個叫做上權辱國的條約 是這樣子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 像我這個年紀也可能都聽到 我不知道現在比較 年紀比較輕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說法 我那個時候是聽過是這樣 我以為就是 李鴻章為什麼會上權辱國 跑到那邊去啊 不是 請各位注意看喔 這邊有寫 大日本帝國陛下特檢 然後 然後 一個 伊藤博文嘛 那大清帝國是怎樣 也是特檢 什麼叫特檢 派他去的啦 不是他李鴻章自己 反映趕往去那邊啦 是那個皇帝派他去的啦 去那邊幹什麼 拿著皇帝的信誤 遇指認明君署妥善無確 會同意定各條款 然後就寫了那些條約 然後 為了 為全權大臣 這兩個人 這四個人是全權大臣 兩個是簽合約的 兩個是半交割的 交割的時候還就地踏勘 就地踏勘 就地踏勘 這兩個人就是李鴻章 還有陸奧中光 這兩個人 那簽條約的就是總理 各自的總理大臣 看清楚喔 為全權大使 彼此教閱所奉 什麼叫做所奉 看有皇帝有派你來 你的主席是不是皇帝派你來的 有看到那個信誤啦 皇帝的信誤 帶著彼此的信誤 交換信誤 說這個合約 就是這樣兩個皇帝交的啦 兩個皇帝不會見面啦 只是他會各自派自己的重臣 去簽這個條約 所以我們被騙耶 我們被割讓的 台灣被割讓的時候是 是誰去割讓的 是誰割讓給誰 是大清的皇帝割讓給 大日本帝國皇帝耶 還是說清帝國割讓給日本 不一樣齁 這查說出來齁 對大清帝國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英國 他有沒有代表整個大英國寫 沒有 他只是叫做英國耶 那日本有沒有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沒有 同樣沒有 一樣的叫 這是我們的天皇 國家比較小 我們的天皇 跟我們現在 目前我們兩個國家 一個大日本 一個新日本 這樣 一個皇帝 擁有54個國家 都不稀奇了 我們的天皇 才擁有兩個國家 很稀奇嗎 一點都不稀奇 台灣 再兩個事件齁 這事件已經 我盡量把它跳過 重點就是說 清帝國兩次 在羅發號事件 在牡丹社事件 公然在國際放棄說 公然在國際公開否認 擁有 台灣主權 那第一個 羅發號事件是對著美國的商船 是跟美國之間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 牡丹社事件 是跟誰 是大日本帝國為了 琉球群島 琉球王國 那跟台灣人的一個糾紛 台灣 一直以來 都是跟美國日本 互相命運交革 所以我們後來去研究的結果 台灣是按照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永久割讓給天皇之後 到現在沒有變 那誰變了 新日本變了 他獨立出去了 新日本已經獨立出去了 1890年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然後1895年 下關條約 台澎永久割讓給大日本帝國天皇 那 台灣變成是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 當初一開始是殖民地沒有錯 因為他沒有整個台灣的主權 大清帝國也沒有 大日本帝國也沒有 那後來 大日本帝國就用了20年時間 從1895年到1915年 西蘭安事件 台灣叫做達巴尼事件 預警事件 達巴尼 就是我們台南的那個地方 那個也有人說 漁青方事件 那個 那個 如果比較有什麼東西 你們也可以去查這些東西 他說花了20年的時間 整個大日本帝國才征服全台 這征服不止戰爭 大部分人都什麼 這大廳啊 殺山豬啊 慶豬啊為什麼 跟原住民 貴族通婚啊 要不要慶祝 這個都 他們都不報 所以 國民黨的中常委 剛剛忘記他的名字 他叫做廖萬榮 這邊是透過網路 直播的 所以我如果講錯 廖萬榮 他是董事長 他很有錢可以告我 我每次都講他 他講的這個是事實 問題是 他這個名詞用得很難聽 真正的講法叫做貴族通婚 我必須要再強調 台灣 高砂族 是台灣的貴族 也是大日本帝國的貴族 那現在日本的 那些貴族的血統裡面 很多都擁有我們台灣原住民的血統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打算 他們除了說通婚要騙土地 還覺得你們很優秀啊 要跟你們交換血緣 他們要做人種改進啊 這國民黨都不講 國民黨都不講 所以日本人對原住民 非常的有那個認同感 為什麼 那我們在禁國神社裡面的 三萬九千一百個 那個台灣軍裡面 大部分都是我們高砂族的勇士耶 那他們是為誰而戰 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為誰而戰嗎 他們很清楚 那中華民國的中列寺裡面 有沒有台灣人在裡面 沒有 沒有 結果我們的神領在哪裡 我們台灣人的英雄 是日本人在敬拜 那我們台灣人自己在拜誰 拜西方極樂世界 哪一個 結果祖先又沒有住在那裡 祖先住在當邊跟你招 招什麼 講孩子 我日本人 你把我當作中國人在敗 我都沒有住在那裡 你嚇給我那裡 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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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收到啊 因為我沒有住在中國 我住在日本、體國啊 所以他在天堂罵你 所以喔 台灣人 你如果要拜到祖先 你就要來釐清自己的身分 拿著 你日本時代 阿公阿嬤 我這拿到的就是我阿祖 甚至阿祖 的戶籍成本 我八個阿祖通通都日本人耶 很奇怪耶 我跟你講 一點都不奇怪 像我這樣子的人 在台灣是少數嗎 我跟各位講 不是少數 2300萬人裡面 至少1800萬 跟我一模一樣 我們是多數耶 不用怕他們少數人 他們才是少數人 大家要知道 我們的阿公阿嬤 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我們不能選擇自己出生的父母學員 我們的阿公阿嬤戰敗者 我們能夠去當戰勝者嗎 難道你打敗你的阿公阿嬤嗎 你的阿公阿嬤是日本人 他是戰敗者耶 你是中華民國的戰勝方嗎 很奇怪齁 我們哪時候有去打敗我們自己的阿公阿嬤 沒有耶 好 我們就是跟阿公阿嬤 同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 國民黨說我們怎樣 可恥 可恥嗎 我覺得他們才可恥耶 榮民 他們的榮民是什麼 實際上是什麼 逃難的難民耶 那為了說 他要證明他是榮民 所以他要領很高的福利啊 領18% 領什麼那個 那些 那些慰問金啊 欸 慰問金耶 什麼叫做榮民 榮民我還要給你慰問金 應該是你給慰問金才對吧 榮民耶 什麼叫貴族 貴族就是你要補助我 不是我要補助你耶 當然現在是因為被國民黨欺壓的人厲害 以後我們恢復我們高砂族 自己真正的身份之後 相對等的 我們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自己的能力提升 換我們來補助到這些平地人好不好 然後 1945年的8月15號大日本帝國投降 一共分成三個軍事佔領區 一個是琉球 一個日本 一個台澎群島 那台澎群島是由 美國麥克阿瑟遺憾不通命令 讓蔣介石 只派陳怡來代管 那1945年的4月25號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被蔣介石的政權給解散耶 我問你 英國首相如果做得不好 得罪了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可不可以解散 那個英國的首相 可以 不行 為什麼 不能介入他國內政耶 那很奇怪耶 大日本帝國總督府是隸屬於大日本帝國耶 你 你中華民國憑什麼解散別人國家的一個 算是一個地方政府 這很奇怪一件事情 任何國家不能介入別國內政 中華民國可以解散別人的地方政府嗎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再來1946年初春 日本國的政體朝你修憲 大日本帝國天皇 尋釁日本的國境 就地踏勘 新日本的政體範圍 所以大家可以看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他們常常在講說什麼 小日本 我跟各位講 他們修憲之後不叫小日本 每個孩子 都有被親生父母親取名的權利 天皇叫他們什麼 新日本 天皇白紙黑是寫的 他們的他這個孩子叫做新日本 所以請中國國民黨 不要再罵人家小日本 他們叫新日本 那台灣人是什麼 大日本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變 現在是新日本 他已經脫離大日本帝國了 脫離之後他後來發現說 在舊山和平條的第二F條裡面 有一個新南群島 全世界第二多的油耶 在那個海裡面有全世界第二高的油 那全世界第一高的是誰 在波斯灣那邊 可是波斯灣有十幾個國家在分 那台灣在新南群島地底下那些油 誰在分 沒有耶 拍謝 台灣人獨吞 所以 你如果沒有效忠天皇 你還能夠用著天皇的名義 去為天皇做事情嗎 我跟各位講 現在的日本 現在的新日本 連黃旗 剛剛拿出來看的那個橘文旗 都沒資格拿 因為他們沒有效忠天皇 那安倍晉三有聽到了 所以他要修憲 先效忠 效忠回來幹什麼 跟我們分財產 我們為大日本帝國 默默繳繳了67年的戰爭在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講 台灣關係法 裡面寫得很清楚 台灣有防衛 美國有防衛台灣的什麼 義務耶 什麼叫義務 不用錢的叫義務啊 你養你兒子 需要他付你錢嗎 他每次吃你一碗飯 你要收他多少錢嗎 又不是老闆 又不是那個自助餐的老闆 你是他的父母親耶 有沒有跟他收錢 沒有耶 以後你這輩子所賺的 要不要給他繼承 要耶 就是這樣子耶 所以我們很清楚 現在日本叫做新日本 不叫做小日本 這我們剛剛的講法 講過頭了 然後1972年 我們可以證明說 舊心山和平條約 是在1952年的時候簽的 然後那個時候已經 日本已經變成新日本 是大日本裡面的一個區塊而已 不是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所以我們在舊心山和平條約裡面 我馬上印舊心山和平條約出來 大家可以看 這都可以跟各位分享 你們可以拿去Copy也可以 甚至馬關條約我都印出來了 你們都可以來拿去Copy 也可以來 年輕人你們盡量帶著你們隨真碟來錄 那邊有比較完整的資料 我這個講完 琉球民政府是在1972年的5月15號 就算和平條約是在1952年 差不多20年時間 如果說 新日本有代表整個大日本 那琉球是不是應該在1952年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簽署的時候 應該要釋放了 是不是 我跟各位講 差了20年 為什麼 因為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沒有包括整個大日本帝國 是只有現在目前的 新日本憲法裡面架構裡面的 天皇巡姓 親自就地大堪 裡面的 國境裡面的一個小部分 一隻雞人 他只是兩人而已 他如果沒有兩人 他不是叫做雞人 他叫做兩人 也沒有兩人 他也不是兩人 他只是一個蛋黃而已 就是這樣子 他不是一個蛋 他是一個蛋黃而已 那劉全民政府 因為帝國台澎群島 仍被佔領 之中 那沒有成立 有效的本土 政權 那只能加入 那個日本 日本國 提早獲得自由 所以證明說 就算和平條約 只供現在 新憲法之地 那我們今年的年初 還有去 那個沖縄那邊 慶祝他們什麼 主權回歸 我跟各位講 不是主權回歸 現在日本國在哪裡 在聯合國 誰打敗大日本帝國的 聯合國 日本加入 現在新日本加入聯合國 然後把大日本帝國丟在 政治獵獵裡面 這叫什麼 這叫背叛 所以 美國用三億 兩千萬美金的代價 應該說 聯合國的美國 用三億兩千萬美金的代價 把占領權 暫時讓渡給 聯合國裡面的新日本 所管理 所以他們不叫主權回歸 被騙了 他們的新憲法裡面 沒有包括 琉球群島 甚至不要說釣魚台 釣魚台誰的 釣魚台 我們的咧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在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架構裡面 那他們新日本憲法裡面 有沒有包括 釣魚台 沒有耶 所以每次講到 在那邊鬧 好幾個國家在那邊鬧 鬧一鬧之後 大家要上那個國際法庭 結果大家都丟掉 中國也怕 日本也怕 美國也怕 大家都怕 只有誰不怕 我們不怕耶 為什麼 我們的憲法還包括這些土地 當然是我們家的 那台澎群島 那台澎群島是目前 大日本帝國唯一的副長 日本國 琉球群島 北方四島 祖島 新南群島 是大日本帝國台澎群島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跟我們自己的阿公阿嬤 同一個國家 有沒有可恥 沒有可恥 這是應該的 任賊做父 才叫做可恥 大家認不認同這句話 認同 本土台灣人 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囤贈大日本帝國的皇民 至今還在政治戀獄裡面 當奴隸 償還大日本帝國的戰爭在 剛剛講到台灣關係法說 那個 買武器 不需要買武器 美國應該要防衛台灣 不用錢阿 義務嘛 結果我們每年 花了好幾千億 去用中華民國 的名義去買很多的那個武器 回來管我們台灣人耶 壓制我們台灣人耶 所以我們默默的在幫 大日本帝國環的戰爭在 我們自己不知道 那日本現在已經轉變了 時間的問題 那個我們那個 改天我們在那個高級班 或者是我們那個 以後的那個憲法的修憲班 再跟各位 講得更清楚 那日本已經翻了 已經變了 修憲 這是安倍晉三 還有麻生泰蘭 他們所提出的 謝謝各位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謝謝 感謝導演 請客氣 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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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